全部清除裡面有沒有發現 你把裡面的東西真的全部清除的話 那個段呢就自動不見了 那各位可以怎麼樣呢 先把這液滴 比如你把優標放在這一欄上面 然後的話 再把它做一個排序 比如資料裡面呢 可以做一個 排序好了 那排序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空白的 這個資料 因為有些時候 你很難保證說有的人的習慣 輸入習慣是不是正確 所以 可以再怎麼樣呢 把這些資料選取之後的話 再做常用裡面的 這個 有沒有清除全部 清除裡面包含有三個啦 一般都是格式內容註解 那裡面如果有東西的話 很抱歉 他就 不會把它當成是真的裡面沒有東西 那你的公式即便是 給了 還是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邊的話 再把它清除一下 那最後的話 我看再把它按照什麼 按照姓名來排序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地方的話 我們再重新把這個資料 重新A到Z一下 用 用那個姓名排序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 完成一次 那 我們如果完成之後的話呢 看一下 公司在這裡 把它Copy一下好了 把它撿下來 然後把 再重新按照那個 姓名排序一下好了 然後Ctrl向上 這個把它貼上 好 那 做完到這個地方 我想應該沒問題 可是後面 比如說向弄號樓 其實 後面的 這個公司基本上跟什麼 跟斷基本上一樣 所以 聰明的 就知道怎麼樣呢 很簡單 直接把AND 到後面這裡 怎麼樣呢 把它Ctrl C C之後怎麼樣呢 再貼1234 貼到後面去 1234 那公司太長 旁邊這邊有個箭頭 請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可以變 多 行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 這個向 全部改向 弄號樓 改完之後按打勾 地址就完成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基本上可以確保你的資料 它可以全部幫你串接在一起 那這個是方法一 是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名稱先定義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靈